来 掌声请出求职者 陈瑶 云南省工商学院影视动画设计制作专业 学家好 文律正洋老师好 大卫老师好 我来自贵州 然后来自爽爽的贵阳 今天我的求职岗位是 营销策划与世神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现在有俩闺女 对 两个闺女 那你这来参加节目 孩子谁大呀 孩子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对 两个闺女 对 两个闺女 也是当今社会职场夫妻之间绕不开的一个难题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在这点上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 叫做五十岁男人的春天才开始 第二个春天才开始 我是受这篇文章所受的启发 我觉得我可以过十年 或者说再过五年 我再去做我自己的事业 那么这十年或者这五年的时间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 一个自我养生的一个阶段 那我何必 那我何不让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然后让我的另一半 然后去追求她自己的一个东西来 我太太一个工作 其实她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职员 心里面想去做什么好伟大的事情 她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她仅仅只是想的是自由的一个财富 或者说一个很平淡很稳大的一个生活